我是哈奇宝宝 今天我来到洋护所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 因为今天连赶了三天报道 那来到这边的时候 妈妈的黎尾管已经拉掉了 那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清楚的是 什么情况下这个黎尾管掉下来的 但是呢我想既然掉下来 就暂时不暂时回去 让妈妈轻松一下 是不是 然后呢我就在三点钟的时候喂食 那为了半碗的鸡蛋 然后又吃了一根香蕉 一根香蕉蛋还平常 那吃下去了以后呢 那我就想说是不是有可能 就用这个机会呢 就不再不再擦鼻胃管了 那我现在的情况是 我在给她 那喂食是不是问题 因为已经喂了蛮长的一段时间 就最大的困难是喂水 因为水 因为妈妈需要很多的水分 那我刚刚就用了这个 那我刚刚就用了这个 叫什么宝 哦 跨领宝 然后用这个跨领宝弄了这个水 结果刚刚发现用到两瓢都不 就是会有咳嗽的我先讲 我先放到三瓢 那我先想记录一下 现在已经用三瓢的情况下 那她喝水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不是 可能这不是一个办法 可能还是要慢慢来 就是可能还是要把鼻胃管插回去 然后还是鼻胃管要插回去 然后我们喝水的部分呢 就是在慢慢的渐进 渐进式的方式来处理 然后等到她喝水的数量够了以后 才把鼻胃管真正拿掉 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我虽然很希望妈妈不要插鼻胃管 但是可能是有困难 我们先喂几口看看 先喂几口看看 你要过去吗 我现在就是要 现在的情况是已经这么浓稠了 现在是这么浓稠 这状况 来了吗 对 问题是问题是那么小条 那这要 要喂到什么时候 这个 虽然我原来喂食也是这样小小条喂 可是那时候还是有灌食 所以也许我们还是要把鼻胃管插下去 然后等到我们喂这个水的这个分量足够到可以替代到我们灌水的分量的时候 那我们才才把鼻胃管拆掉 可能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你要过去一下 好 我觉得的话这个这个这个马上拿掉这个鱼胃管子这么短的时间 它没有办法能补充到这么多的水分 那而且我妈妈不是很喜欢喝白开水 我刚刚是用汤 然后搅一些那个卤 所以我平估这个状况可能这个是行不通的 虽然我是很心疼妈妈要再擦一次鼻胃管 但是我我真的觉得这这这这可能还是有困难 妈妈 不是很想 你不要吵 但是真的是有困难 好不好 我现在给他给他为这个 我有牵到哦 他还是有一点你献一下 我我刚刚在想 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所以可能 所以可能等一下还是要把鼻胃管擦回去 鼻胃管擦上 鼻胃管擦上 鼻胃管也够了 吃的也这样也够了 对因为 对 料理可能是不够的 今天中午开始就没有用到现在的 都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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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墙牌哦 来打墙牌 你打双牌 双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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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